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中国制造机首歌 那今天晚上到家跟大家再闲聊一会儿啊 聊点什么呢 那相信看我早上视频的小伙伴们就知道 最近其实机首歌很感兴这些社会现象 因为才从国外回来 对国内的社会上发生的事都非常感兴趣 可是无奈啊 可是无奈 就是国内的这个平台审查机制实在太严了 其实他动不动就老说你说 新闻和政治 其实机首歌在此重申啊 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那既然不给聊社会上的问题 我就聊聊一个比较那么不严肃的问题 就是想聊什么呢 就是回来跟朋友们聊天 老友们聊天 抱怨的最多就是那些家长里短的 关于女人之间的事情 那今天机首歌就来跟大家讲讲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这件事 这个在这边看视频的小伙伴 我主要是针对了一些男性用户啊 就是不要去让女人利用你的男子气感 那我相信在国内很多人都听说过一句话 就是好男不跟女斗 好男不跟女斗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男人不应该和女人去斤斤计较 所以当男人和女王女人啊 就是说长期相处的时候 不出问题还好 一出问题啊 就会发现分手对男人来说 多半的一个情况都是人才两空 那相信大家如果学这个啊 不是学啊 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 要知道男女分手90%都是女性提出的 也就是说离婚90%都是女性提出 不知道这个数据有没有人看见过 在国内好像没看见过 在国外有 对 那不管怎么样吧 就是反正就是说 因为离婚啊 或者怎么样 然后给男方经济造成很大损失的这种事情 在各大平台上 反正也不是什么少见的事 对吧 那今天肌肉哥就来讲一讲 是什么原因造就 是什么原因造就这种现象 那很多人他会觉得 这是我们一个传统文化造成的 比如说给彩礼啊 对吧 然后 包括就是为女生买的啊 等等等等 都觉得这是一个文化问题 那其实肌肉哥觉得 我如果我们再深挖一下 那真的是这样吗 或者就是说 我们再想一下 这种文化又是在什么样的 这个环境下产生的呢 其实肌肉哥在新西兰生活这么多年 包括如果看我肌肉哥视频的小伙伴们就知道 肌肉哥出国以后 基本上到现在 都是跟西方女孩约会的比较多 然后交往过的极端感情 都是跟西方女孩 其实 这种情况在西方社会也是大量存在的 如果学英文的小伙伴们应该都听过一个英语单词 叫go digger 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呢 类似于中国的拜金女 也就是说在西方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所以说 大家不要把这个世界想象的非常的无辜啊 这个英文经常说的另外一个句话就是 没有人是无辜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 这是一个世界的一个现象 并不是一个在中国特有的现象 所以说如果我觉得我们草率的 就把它和中国的文化挂钩在一起的话 是不是特别准确的 其实现在如果国内有条件的小伙伴 或者就是英文比较好的 其实西方已经有很多人在研究这个现象 那其实现在西方也有一套比较合理的解释 那我觉得在这里是 逻辑上是讲得通的 那我今天就想把这套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让大家在理解了这套逻辑以后 避免以后在男女相处中犯这种大男子主义的错误 或者就是说让女人去利用你的男子气概 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现象呢 我们要知道男女之间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其实姬佑哥在我以前的视频中提及过 男和女在择偶时候用的法则是不一样的 女性择偶时所用的法则在英文里叫hypergamy 对吧hypergamy就是我们说的择右路拒法则 也就是说一个女生在面对一群男性时 她总是会对那个最优秀的男性会有感觉 对吧就是会倾向于更最优秀的那个男性 其实这里并不是取决于你对这个女生有多好 或者就是说你多为能这个女生买单不是这样的 那这里这优秀可能会随着各个地方文化的不同 所以说每个人对优秀的理解不一样 或者说一群人对这个优秀的理解不一样 比如说中国的女孩可能更加在乎这个男性的经济地位 那这个西方的女孩可能在乎这个男孩的这个是否健康 对吧或者就是说不是说经济地位不重要 可能没有像中国女孩亚洲女孩看的这么重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有些东西 它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共通的 那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健康 对吧 为什么说健康和强壮雄性 对吧 在任何这个环境下都是一个优质的体现 因为其实健康和强壮体现的是优质的基因 而男性就是说怎么讲 你想想看现在我们是有电脑各个方面可以解放人的身解放人 对吧 你用技术可以 这个去解放很多东西 对吧 但是在过去很久很久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时候 健壮就意味着生产力 你像你你如果出去原始社会你出去打猎 你没有强壮的体魄 你其实你的生产力是比较低的 但是男性在择偶的时候其实是不一样 男性更多的是一种视觉性动物 也就是说我们更在乎低眼的演员 很多人 我不能说所有的 对吧 那现在我们细化社会的话 还有gay啊 各种不同这种少数特别的群体 我讲的是个大多数啊 就这里不是想跟大家抬杠 也就是说用人话说就是什么呢 我们选女孩基本上都是选漂亮的 对吧 当然年轻漂亮的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年轻和漂亮也是一种优质基因的体现 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 就是说社会的进步很快 对吧 社会的进步远远大于我们人 就是人类基因的这种进化 明白吗 也就是说 我们社会的这个文明程度 要比我们身体的文明程度要高很多 也许我们就是说受着这个社会文化的教育 在很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择偶标准啊 包括看学历啊 包括看这都是一些社会社会下这个文化下的产物 但是我们要知道啊 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的思想还是会被基因的这种原始所驱使啊 举个例子 打个比方 很多小男孩我们在跟他们逗着玩 你长大找老婆要找个什么样的老婆啊 对吧 小小男孩都说我要找个漂亮的老婆 对不对 那你看过哪个小男孩来一个说我要找个富二代女孩 然后家里要特别有钱 对吧 或者说哪个小男孩来一个说是 我要找个女科学家 对吧 就是说男人对女人的这个要求其实相对来说是很少的 对吧 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男人的大男子气概体现出什么呢 这是一种男性的气概 就是男人在择偶时其实更看重的是一个大方向 但是女性在择偶的时候 对吧 看的东西细节就会比较多 那我来说说为什么雄性或者男性 择偶的时候是看重一个大方向 因为雄性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质就是什么 就是相对于女性来说的话 我们会比他们更加独立 也就是说一个心理健全的优质男性 我们更加相信 对吧 就是自己 也就是说我们更加自信 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自信是来自于哪里 我们对事物的激情 比如说你看小男孩玩玩具的时候 他可以六亲不认打游戏的时候 对吧 这种激情专注 以及创造力 对吧 所以说你看世界上很多大部分的科学家 基本上都是以雄性为主 对吧 包括牛顿啊 包括等等等等 唯一的女性科学家 我记得化学家 巨礼夫人 但是为数并不多 包括现在的这个 号称现在爱因斯坦的 埃隆马斯克 也是男性 对吧 这个我们去用客观理性的角度去看 当然我这边不是说抬杠 什么女人没有聪明的 你这样抬杠就没意义了 但是这种特性 其实导致了我们男性在选择事物的时候 更加的看重是一个大的方向 所以说在此后的时候 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女人是不是漂亮 对吧 就是我们看 就所以说男人 很多男人会有那种一见钟情的事情 不管是上到大老级的人物 还是下到 街头小明 对吧 很多时候都会有这种一见钟情的错觉 对吧 第二个就是这个女人是否爱我 就是说这个女儿是不是愿意喜欢跟我在一起 对吧 那 为什么是否喜欢跟我在一起呢 因为这个其实还是一句话就是人体基因里保证就是说 这个女孩如果喜欢跟我在一起的话 这个女性以在以后婚后扮演的角色更加能承担一个母亲的角色 其实对于基因的延续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女人则恰恰不同 因为为什么 女人他有一个刚刚我说的什么 他的择优 他的择有标准是什么 择优 择优 然后知道这个优秀这个东西 现在比以前很复杂多了 因为现在其实说一个雄性是否是一个优质的男性 很多曲很多层次不光是取决于这个雄性的身体 对吧 这个是我们原始基因的女孩会喜欢 对吧 但是现在就是说社会一个优质的雄性 其实更多的看重他能调动多少社会的资源 这里面包括金钱地位啊 这些都在女性的考察范围之内 那你想想看 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个外在的特质 你像过去这个动物界他选择很方便的吧 公尸子啪啪啪打一架 看那个尸毛是不是雄壮搞定 对不对 那在人类的社会当然要比较复杂 那他怎么办 他就要看中这个人的经济低位啊 各个方面啊 然后你比如说你车有了车 你是不是真的有钱啊 对吧 那要看你是不是愿意带我花钱 其实他 所以就为什么在西方里面说 当你要约会一个女性的时候 你要去 You should pass the shitty test 就是狗屎一样的测试 来自于女性的 明白吗 这个其实就是没办法 这个就是女性的一个 他要保证 而且还有还有一个就是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科技的发达 对吧 那很多过去像那种 不是特别优质的雄性 其实连生存权都没有 基本上都是 呃 可是屁掉 因为没吃的没喝的挂了 对吧 或者基因不够墙上 害想被你挂了嘛 所以说现在对于女性来说 所以说他们择偶的时候 更加小心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那种劣质的雄性 也在充斥着这个两性市场当中 呃 呃 那我今天就要来讲一讲 就是说 当我们这种特性不一样的时候 女性他就会 呃 意识到 对吧 呃 这个 在择偶的时候 呃 他更看重的是一些细节方面的东西 来保证他在婚后 身孕以后 有一个更加安定的这种生活质量 对吧 呃 那我今天讲一讲 还有就是 为什么在西方 就是说 现在很少听见这种人才两空啊 不是没有 有也有 就比如说像邓文迪啊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呃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个女权兴起啊 是在西方最先开始的 呃 对吧 他是远远早于中国的 所以说 中西方男女 这个两性市场的 这个生存环境 其实是大不相同的 呃 也就是说 雄性在这个 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 雄性是绝对具备主导权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体魄更强壮 就像我们经常讲的 换在原始社会 你看那一个美女 你就不用去想着 怎么去追她送花 不需要的 扛个小时报 时期时代 叨叨叨 后脑勺一下 直接搬回家 那牛就是你了 对吧 那现在是不可能的 对吧 法律 他会 给你嘎叉了 对吧 那所以说 就是说 随着人社会文明的变高了以后 社会开始保护女性以后 其实在社会的这个地位来讲的话 西方女性 其实已经 已经高于男性了 呃 那中国其实也在往这个方向跑 那比如说现在在家男人打老婆 那肯定就是犯罪 那肯定是不允许的 对吧 那在可能过去五十年一百年 那都OK了 对吧 呃 也就是说西方的男人已经早早的适应了这种 他们新的这种两性的这种生活环境 但是我们中国的男性同胞还没有去适应 呃 没有理解 没有深刻的理解 就是说现在社会的变化 对这个两性关系的这种影响 那为什么我 开头说的就是不要让女性去利用你的男性 男子气概 这个男子气概是哪一个 其实就是我刚刚视频里提的 男人总是看大方向 不去看小方向 对吧 只要你喜欢我 爱我 然后够漂亮 那至于你想买个什么包啊 OK啊 只要我经济允许都OK啊 然后我再想干嘛干嘛 OK啊 都OK啊 吃饭买个单都OK啊 因为他想通过这种方法去掩饰 对吧 可能他在雄性这个方面的不足 对吧 然后也可以去追求到他喜欢的女 这个其实在我讲看来就是一个所谓一个叫超劲道 对吧 那这种超劲道最后的后果是什么呢 呃 后果就是一个 可能你真正分手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中承担不了这种损失 对吧 但是女人他为什么敢让你一次一次的付出呢 一次次上买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男子气概 男子其实在动物界的 我们可以看 包括熊狮 他可以为了他的族群去打打架 对吧 甚至牺牲心灵 这个也是我们刻在基因里面的 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今天练膀子 然后突然抽筋 嗯 所以说女性他是深知这个男性付出是我们男性的一个特点 包括其实我们就是说西方的也好 还是中国也好 包括就是说男女平权 都是男人在让权 女人其实是很难很难真正从 嗯 这个男人手中去取权的 因为权力这个东西还是要有实力做宝藏的 那很多朋友说不对 你这说的不对 那我打个比方 如果在暂时 如果在打仗的区间 时间 那你看看 在过去打仗以后 一个城邦攻下另外一个城邦 胜利的男性 女性在这个胜利的男性面前 你觉得他真的有他的权利吗 去选择吗 其实是没有的 所以说 其实让这个男女平权 也就是男性的这种 为了保护女性的一种地位 所以说我们去愿意去做出的一种 社会更文明的这种选择 那相信我说到这里的时候 朋友们大概就应该可以听懂 为什么我今天 发几篇文章 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时候 由于中国我们男性 对这种新型的两性市场认知 其实还不够深刻 还在用一些很传统的这种男性思想 所谓的男子气概去面对现代的这种婚姻 其实我可以讲无疑等同于自杀 当然了 喜欢一个女人和爱一个女人 真的就是一定前提条件事 在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下 因为你要知道 现在你所生存的环境 可能女性比你更加有地位 没办法 你不要再去那种傲慢 这种就英文叫那种 pride 对吧 就是雄性的这种傲慢 你不要用这种心态去面对 其实你还是细节的方面 你还是该要去注意一下 这点我觉得 其实我在西方已经看见很多男人做得非常好了 他们甚至 比如打个比方 A制是我们讲的最经典的一个 就是西方很多人A制 包括大男子主义的日本 其实日本我听说也是在A制 好吗 那讲到这里呢 具体怎么做 还是看大家以后自己的选择 那姬佑哥只是把一些西方 一些新的概念带到中国来 希望把这些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Peace